世诗纪第十二章 以法连人聚集起来,过河到了萨芬,对耶夫他说 你过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召我们与你同去呢? 我们要用火烧掉你和你的房屋 耶夫他对他们说 我和我的人民跟亚门人激烈征战的时候 我曾经呼求你们,你们却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 我见你们不来拯救我,我就拼命上去攻打亚门人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 你们今日为什么上到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于是,耶夫他召集了激烈所有的人与以法连人征战 激烈人击杀了以法连人 因为以法连人曾经说过 你们激烈人在以法连和马拿西中间 不过是以法连逃亡的人罢了 激烈人占领约旦河的各渡口 不容以法连人过去 如果以法连逃亡的人说 让我过去吧 激烈人就问他 你是以法连人吗? 如果他说不是 激烈人就对他说 请说是破裂 以法连人因为发不出准确的字音 就说成西破裂 激烈人就把他捉住 在约旦河的渡口那里杀了 那时以法连人死了四万二千人 耶夫他治理以色列人共六年 激烈人耶夫他死了以后 埋葬在激烈的一座城里 耶夫他之后 有伯利恒人以比赞 治理以色列人 他有三十个儿子 三十个女儿 女儿都嫁到外面去 又给他的儿子 从外面娶了三十个女子做妻子 他治理以色列人 共七年 以比赞死了 就埋葬在伯利恒 以比赞之后 有西布伦人以伦 治理以色列人 共十年 西布伦人以伦死了以后 就埋葬在西布伦地的雅雅伦 以伦之后 有比拉顿人 西列的儿子 亚顿 治理以色列人 他有四十个儿子 三十个孙子 骑着七十头驴居 亚顿 治理以色列人 共八年 比拉顿人 西列的儿子 亚顿死了 埋葬在 以法连地 就是亚玛利人的山地 西列的儿子 西列的儿子 感谢观看